小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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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多一点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大家好我是小梁 今天和美妮一起来 河边找水决菜 走 下去看一下 你看这里 拿那种还嫩一点吧 这种的也可以 肯定才嫩的 然后你摘老的呀 有点多 还可以的 好多那种水芹菜啊 野芹菜 野芹菜 野芹菜要淋水才嫩 对啊 这有点鸡水的地方 它才脆啊 够脆吧 要有水的地方 等一下拿一把回家 可以 这个好吃的 烤辣椒也行 好小 是啊 不是很嫩 都是小小的 我们都来过几次了 这种小一点的 它进来原味一点 好吃一点嘛 是啊 就是难得摘 我连不知道怎么摘了 你从下走了吗 是啊 太多了是吧 太细根了 对 很多就是也 先摘了 反正嫩了就行了嘛 对 哦 刚才关关 叫做什么啦 苦号吧 嗯 是苦号 也可以来做那种池巴 好吃啊 是可以 是啊 要不要拿回去做 那太麻烦了 确实麻烦 我觉得麻烦 比那个爱草来做的还要麻烦 但是好吃啊 差不多吧 它还要麻烦一点哦 还要麻烦一点 嗯 那它香啊 好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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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里啊 你看 太麻烦了 现在才发现 哈哈 要朝里面才多 你看这里 朝里面就是多啊 你看这下面 一片啊 大片啊 哎 这里好多啊 刚刚外面 啊 你看 这里啊 一片啊 哈哈 大片啊 是啊 那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啊 有刺哎 哈哈 擦到手了 一点点 每次的 每次的 嗯 那脚一踩下去 就躲了 你拿手 你看 这么多了 我也有这么多 我干 你满了 没有 哈哈 那你慢点点 你都好好的 可以可以可以 这里差不多一餐了 差不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一次吧 你吃几天都可以了 过几天就过来拿 带好啊 是啊 哎呀 有这么多也够几餐了 还抓点那个 水芹菜回家 可以了 可以了 是吧 过几天来 这里又是满满的 哈哈哈 多好了大餐 是啊 山珍 你看一下这个好像有点像 那个 山珍果啊 可是不就是那个了吗 是那个山珍果啊 这么多啊 他们全部种了 你看 可以片多次啊 把这个炒除一下 这个山珍果 这点结好多啊 你看 是啊 是一片了 嗯 全部是花啊 过一段时间呢 可以来这里吃了 哈哈哈 也拿去卖的 他都没有来 把这个草 清除一下 那就是野的咯 哈哈哈 人家种的 他就不管了而已嘛 是不是 再带一把水芹菜回家吃 你看 这么大一根 嗯 又肥又嫩 哎呀 这个菜吃起来挺香的 对啊 好像都喜欢吃哦 是啊 拿一把回去就行了 是啊 够吃的可以啊 这个 留到过一个晚上 他就没有那么脆了 嗯 所以我们要 他就变老了 嗯 不好吃了 我们得赶快吃 是啊 你不掉进狗里面去哦 掉进狗里面去就完蛋了 哈哈哈 哎呀 太肥了 这个 这个菜越在水边就 是啊 长得越好哦 是啊 它就越嫩了 哎呀 哎呀 今天晚上拿来这个拿来炒鸡蛋 嗯 这个是炒一下鸡蛋啊 嗯 嘿 学学三哥的 呵呵 配方啊 嗯 那鸭脚炒鸡蛋是真的够香了 嗯 不知道这个水芹菜炒鸡蛋怎么样 什么味道 今晚试一下 嗯 哎呦 哎呀呀 是不是太脏了 啊 没事 哎呀 太高了 在外面 那是一束花吧 哎呀 差点掉到沟里面去了 等一下 这么多 哎呀 送给老婆呗 不要送了 老夫老提的还送 把这个叶子清理一下 把这把小一点 哈哈哈 小一点 挺多了 这边的野菜 我发疑天天有人来这里摘哦 不肯定啊 都长得快 是啊 摘了一波又一波 越长就越 越好 拿走它就越好 还有这段时间的雨季嘛 比较雨季它就长得快嘛 所以野菜 也来了一个多小时吧 收获满满 哈哈哈 收获满满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尤其帮我们视频的点击加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吧 走了走了